醫師請問一下今天有傳出民眾打疫苗說發生不適的症狀 那請問一下一般來說打疫苗會有哪些不適的症狀 打流感疫苗最常見不適症狀應該是注射部位些微的紅腫 另外還有類流感症狀也許是半天到一天不等的類流感症狀 這個是最常見的 醫師請教一下今天傳出的所謂急性多發性神經炎 它的特徵以及發病的原因會是有哪些 我們這種急性多發性神經炎 其實它的特徵是以肢體無力表現 那通常是由遠端往近端發展 那但是急性的病程可能速度會非常快 跟一般常見的多發性化症時間是有差別 那當然它發生的比例是相當的低 因為大概都是可能也許十萬分之一 但是而且能不能一定說跟流感疫苗的關係其實是很難講 醫師那請問一下那如果民眾啊 如果發現島外疫苗有哪些症狀 那發現不太對勁的話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處置 像流感疫苗的話 因為流感疫苗它事實上它只包含病毒的一個部分 它其實是死掉的病毒 所以一般民眾如果是成人注射 其實你如果發燒超過一天 或者注射部位有明顯的紅腫 其實應該趕快就醫啦 那如果說是一天之內就會改善了 基本上不太需要 完蛋 你平溜下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操控 有一點點 可以 是